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大一趴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寶可夢珠子裡面的 我覺得應該算是最強的Support了吧 至少目前截至位置我覺得是最好用的一隻 寶可夢 那是哪一隻呢 我們的月亮一部 那這隻月亮一部他本身為什麼這麼強呢因為他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他的特殊防禦跟防禦都特別的高 然後再來是他的招式 他最強的地方在於他的招式他除了防禦特別高之外 防禦高就是可以 防止被敵人打死嘛因為你你打6V的話 他每次被敵人打死就是扣一格時間 那如果你要你要成為一個 好的Support的話除了有一個好的輔助之外再就是 不能被打死 很重要 那我這隻 月亮一部我是用色違的 你們看到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會推薦 總共 月一部最好的話是練兩隻一直是走特殊防禦最高的你們看我的特殊防禦 這個東西可以用個性去處理掉 個性或是用果實 然後 建議是把特殊防禦給 提升 然後攻擊給 下降或是特攻給下降這兩個哪一個都可以 那 那 如果你們個性個性不是對的的話你們說果實要怎麼處理 果實這邊有 這邊有很多這個薄荷 應該叫破壞還對不叫果實 這邊就會跟你說 攻擊提升防禦下降 攻擊提升特攻下降 攻擊提升特殊防禦下降 每一種都有四種 這邊都是攻擊類的 都加攻擊然後降其他的 這邊是加防禦降其他的 因為我全部都有各買一個 至少各買一個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哪些 這個是特殊攻擊然後降其他的 特殊防禦降其他的 所以他這個是全部都沒有 就是不加 全部都不加也不見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可以 cover各種情況 你要提升哪一個然後降哪一個 大部分都可以 OK 然後 努力子推薦這樣 我們這隻手特殊防禦的 所以努力子全部充特殊防禦然後再HP是必點的嗎 基本上打Ruby的話 不管是什麼角色我講過了嘛 HP是必點的 然後再來是看他是攻擊蟲 然後是什麼攻擊 特殊攻擊或是普通攻擊 或是防禦蟲特殊防禦或是普通防禦 大概是只有這幾種走 走法 就有極少數 極少數情況是 不拿HP的 因為HP太重要了你不被打死就是一個 很關鍵的一個 生存能力 好 然後這一隻我會推薦因為他是 他的特性我會推薦拿一般的就好不用夢特 因為他的夢特是 比較不會畏縮嘛 那如果是一般的話是 因為你是Support嘛 那如果敵人給你中毒給你馬幣或給你 燃燒這個狀態 你都可以傳染給對手 所以這很實用啊 但尤其是馬幣你被馬幣了你也可以馬幣他 反正就互相傷害嘛 然後招式的話會推薦這幾刀 因為他是特殊防禦很高 那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要特殊防禦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再拿這個牆壁加特殊防禦呢 就是因為他很高啊所以才需要再更高就這個 專門的打 打法位就是專門打特殊攻擊的 敵人 除此之外這個關牆也可以給 隊友可以吃 然後然後搭配兩招這個 等於說你可以cover所有情況 你遇到敵人 就是遇到你的 輸出手 物理攻擊的你就用刺耳生 這個一定要搞懂 但如果遇到是特殊攻擊的你就你就用假哭 然後而且這個都是大幅降低的 大幅降低就是一次可以降兩層 如果他沒有寫大幅的話是一層 他沒有大幅是哪一種 像 118 可降低這個就是一層 大幅就是兩層 但這個缺點就是他命中只有85次而生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道具呢 會推薦帶這個關腳禁 讓我們的命中率提升因為你 回合數有限 你基本上不太能落空啊 你打下去就沒有打中那就糟糕了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幫助 對前期你就會第一個回合 我這有按照順序牌這個可以按Y 然後可以調整位置 然後第一個回合一定是就丟這牆壁嘛加防禦嘛 那23回合就是看你 降哪個防禦嘛去降防禦嘛 然後如果都降到好 之後就幫助嘛 所以就這樣排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優質的這個Support 這個是我們的第1隻角色 OK應該沒有漏掉吧 好 然後第2隻 月移步我是走 沒有色違的 剛好是 而且是公跟母 蠻好看的 然後這隻我是走 物理防禦 你看我的名字又打物理防禦 就是讓他物理防禦走到極限 然後一樣我們努力子一樣是拿HP跟防禦 那努力子怎麼練呢你們可以看我另外一個影片有教 然後個性的話也有跟你們講的嘛 所以也是 我們個性一樣可以拿加防禦 然後減攻擊或是減特攻 都可以 這兩個剛好是 OK 然後再來是 努力子 努力子他還會溢出一點點這個你們可能會提到說 溢出一點點到底要點什麼比較好 通常我會推薦點 屬性第2高的 第2高就是防禦嘛 像以特殊防禦這隻打打點來說 他剩下8點其實差異很小但就是 你提供給 比較 屬性比較高的效果比較明顯 所以就是物理防禦 那這隻就反怪嘛就特殊防禦 然後技能這兩隻差異在於 反射幣而已恰都一樣 因為這個是物理防禦比較高所以我們會降低 敵人的物理傷害 剩下都一樣 然後特性壓是同步 然後 V的部分我會推薦你們就是 攻擊這個地方可以不要 不要投資 因為他如果被混亂的話 打到自己比較不痛 對 但我這個V就沒有點 如果你想要追求6V想要把他給 鍛鍊起來那也可以 這兩隻我都是沒有鍛鍊的 就是其他V都拿起來 然後就物理攻擊都不拿 但這樣是比較好的一個配置 如果你想要覺得 反正也沒差那一點點攻擊 我想要拿到6V那也可以 那就你們自己決定 那基本上只要搞定這兩隻 你就可以是可以很好的cover你的隊友了 除非你遇到屬性克制你的敵人 然後 其他物也一樣 其他物也一樣 還會比較難處理 那我們之後再介紹其他support給大家 那我會很推薦大家先把這個鍛鍊 因為這個基本上可以 把你處理掉 89層的6V了 6V太精 你基本上你就只要拿 你就看對手 的輸出是什麼你就拿出 對應的越一步 基本上都可以處理啊 少數不能處理 那我們之後再叫其他支 還是 輔助去 處理我們這個 月亮一部分處理的部分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 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那之後會再分享更多的功率給大家 好 那 感謝大家收看拜拜